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温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丈夫刘杨归国药和我离婚,说她找到了此生最爱,后来在国际晚宴上,我盛装出席经验全场,得知我身份后她当场吓尿,我和英福是指父为婚的娃娃亲,订婚时,两家世交,门当户对。 乱世中,名门宗族的亲父只在一席间,我三岁时,赢家败落,不得不举家北迁,另谋出路。 英伯父对我父亲愧疚不已,拿出我与英福结亲信物,想解除婚约,不敢耽搁我的将来。 我父亲君子一诺,请他收回信物,英允贫穷,富贵,绝不反悔。 英福走的那日,我躲在海棠花墙后,见他小小的个子单薄孤零,忍了又忍,没忍住,喊了声,英福。 英福回头看我,远远叫我的名字,雨威。 那一生,我记了十六年,江南谢家,父过五代,父亲膝下,只有我与兄长。 我祖母是前朝一贵,对我教导严格,一态礼仪,皆是名门闺秀中的典范。 兄长是二岁父金灵求学。 十六岁时,写信给父亲,说金灵办了女子幼园,与家中私塾很是不同,求父亲送我去读书。 父亲开明,第二年,我便在金灵入学开盟。 此后,我又读女子中学,十八岁时,考入金灵大学堂,主修国际经济。 转年十九岁,英福回来找我。 那时的英家说不上好多,只是平平无奇的小门小户。 英福已长成了青年人的模样,穿着长衫,撑起一副瘦弱傲骨。 她说,奉英伯父的命令来娶我。 语气平淡,眼神笔直,站在老宅大厅中,似要顶起这天地间的清傲。 我父亲信守承诺,答应了他。 他又咬着牙说,英伯父的意思是,要他入赘。 英伯父有三个儿子,英福是最小的那个,也是最有天赋的那个。 与我在金灵读书不同,英福更向往海外世界。 新旧社会交替,许多人都想奔赴国外。 英福要出国,以英家的背景条件,无异于吃人说梦。 入赘谢家,英福只提了一个要求,要资助他流洋深造。 于我家而言,英福入赘,我无需远嫁,实在是一件好事。 我父亲欣然应允,我虽然接受新式教育,但毕竟加娇森严。 心里暗暗想着,便是英福入赘,我也定要做好妻子的本分,给他作为丈夫的尊严。 我与英福就这么结了婚。 新婚当夜,我含羞待怯,想着如何与他交心交情。 可那一晚,却像一场噩梦。 酒气,痛苦。 价值不菲的苏绣婚服被扯得变了形,珍珠发式掉了一地。 我咬紧牙,扭头忍耐。 多少柔情蜜意,多少温声软语,一个字都没能说出口。 事后,英福睡到了隔壁书房。 我蜷缩着身体,盖着软背,却依旧觉得冷。 第二天,我与英福去见父母,英福依旧是不嫌不淡的轻傲模样。 旧社会里,测试与坠续从来没有地位,吃饭时也不允许上桌。 但我父亲对应福没有这样的要求。 反而是应福自己,不与我们一同吃饭。 我是过与他说话,他往往不耐烦,极少时候,能与我谈文章,说诗词。 我不爱诗词歌赋,我专攻国际经济,可他从来不知道这些。 每每他问我,我答不出来,他眼中都有深深的无力和嘲讽, 似乎是文化上与我无法沟通,思想上与我不在一个世界。 他唯一对我热衷的,便是夫妻房事。 那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希望婚后,我能与他一同留养。 英福不愿带我一起,便想出了要我怀孕的法子。 如他所愿,婚后不久,我有了身孕。 英福松了口气,我也松了口气,我不愿再被他那样粗暴对待。 英福留阳那日,我送他到沪宁海港。 巨大的轮渡顶上,呜呜的汽笛不停催促。 船票带好了吗? 给你装了两记的衣裳,余下的远记给你。 到了国外,记得写信回来。 我与孩子都会想你,每月十号,记得会钱。 英福打断我,冷冷地说。 我点点头,说记下了。 他便毫无留恋地转头登了船。 英福到国外后,给我写过信,说他已经落脚,要租赁巫舍,要添置衣物。 每月的银钱,须得再涨。 我运气不顺,先是吐了两个月,瘦成一把骨头,又是剑红,又小产预兆。 但幸好,孩子保了下来。 第二天春天,我儿子出生了。 父亲为他取名,谢婷,小字微竹。 生完孩子,我想回金陵继续读书。 除了祖母不舍外,父兄母亲都十分支持。 母亲不但亲自陪我去,还挑选了儒母、帮佣,要我专心读书时,不必分心照顾孩子。 父亲买下金陵大学堂附近的洋楼,在我启程前,以打点妥当。 我成绩很好,即便修学生子,也丝毫不受影响。 那时,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公费留养。 几乎所有学习国际经济的同学都在竞争。 我凭着英法德三门外语的优势,近乎满分的成绩,拿到了这个名额。 我写信给英福,说我准备留养。 这次,英福很快回信,这是除了索要银钱外,他头一次给我单独写信。 信很长,说国外对留养的女人多有其事,并且我还是个已婚妇女,就不能在家安安纷纷等她回来吗? 这封信,被我大哥看见了。 他当下撕了信纸,骂了句混蛋。 他英福是北平大学堂出身,我妹妹也是金陵大学堂才女,怎么她就能出国留养? 我妹妹就得守她到老。 相较于兄长义愤填膺,我只略略淡笑。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古训有之。 雨薇? 大哥难以置信地看我。 然而,我不慌不忙,吩咐人扫了一地碎纸。 我又不曾嫁应父,听她作甚。 刘阳要两年光景,我求父亲将应父的父母接回江南,派人细心照料,又出资为他两位兄长渡过难关,让他们伤途平顺。 身为应父的妻子,我能做的,都已做好了。 临行那日,父亲深深看我,自小让你读书,是为让你明理。 天地广袤,万物尽责,各自有所精彩,不可辜负这一生。 我将这话记下来。 对亲人一一道别后,我看向被母亲抱在怀中,懵懂不知的小微竹。 血脉亲子,割舍不掉。 可父亲说的在里,天地广袤,我的精彩不在于只做他的母亲。 我刘阳的国家与应父不是同一个,深造的学校比之应父所在学校,声名更加显赫。 可就在这所显赫的学校里,却有许多奇怪的人,其中一个最是不同。 那是个女子,与我一般年纪,却张扬得很。 我到国外后,常穿洋装,也是规规矩矩的打扮,但她的衣裳,总是自行改良,将长裙改短,将袖子剪掉,将衣领裁低。 修长的腿,纤细的臂,洁白的胸,在红艳布料的衬托下,明艳又大胆。 我说她明艳,别人说她浪荡,这原本与我无关,但偶然一次,我撞见她抓着一个男人的衣领,将男人拉得极近,鼻尖几乎贴着鼻尖,吹气如蓝,魅眼如丝之间,她轻缓又冰冷地说,滚。 那男人被她一把推在地上,整个人还回不过神来,从软玉温香跌入冷硬砖地。 那女子笑起来,分明是妩媚若妖的容貌,眼底却清冷如秋。 她似乎发现了我,视线远远看过来,对我对视的同时,嘴角轻弯,肆意扬眉。 她叫金启,金姓。 我祖母是前朝一跪,因而知道她的来历。 那日被她发现后,我总能遇见她,也下意识回避了几次,可还是被她在课后赌了个正好。 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心里有些坠坠不安。 你怕我?她勾着红唇问。 我被她扯进空教室,左右都没人。 再想到她上一刻勾人,下一刻推人的举动,我一会儿是应该先护头,还是先护腿。 也不怕,我轻着声回答。 不怕你不敢看我,不怕你故意夺我,我是鬼吗? 她轻吃地问。 厌鬼如你。 但我不敢说。 她粗鲁地掐着我下巴,抬起来,左右扭着看了看,嘖嘖道,长得倒是一副美人脸。 可惜,柔弱地像朵小白花,浪费着一等一的美貌。 她这般轻挑无礼,我就算是倪人也生出了几分火气来。 推开她的手,我沉声说,我来这里,是为读书,与你不一样。 与我不一样,她念了一遍,又弯唇吃笑,难道我来这里不是为读书? 哦,对了,全校皆知,我是个浪荡货,怎么可能为读书呢? 这么说着,惊起抬了抬下河,瞧你这模样,该是大家闺秀,品学端正,那不如,我们比一比。 她提出要与我比成绩,三门功课,只要我有一门超过她,她便认输。 我若输了,任你发落,你若输了,惊起上下打量我,不怀好意地笑,向那舞会上,穿短裙,跳艳舞,敢吗?有什么不敢的? 我成绩向来出类拔萃,又不敢与她正面冲突,她若输了,我便要她当全校师生面,向我道歉。 三门比试,三门全书。 成绩公布那日,惊起笑得更加张扬,笑声来来回回,荡在我耳中。 短裙,艳舞,别忘了。 她笑颜如花,可这花有毒。 校内舞会荡日,我照旧穿了一席长裙。 站在礼堂外,进也不是,走也不是。 父亲教我,君子一诺。 胸长教我,一诺千金。 爸,大哥,愧对你们了。 就在我迟出不前时,惊起忽然在背后喊了一声。 见我吓得脸色发白,她又嚣张地笑起来,边笑,边看我身上的长袖,长裙。 我不是不守赌约,我硬着头皮说,我为人妻,为人母,做不出那样的,那样的,与你一般的事来。 惊起的眼神慢慢冷了下来,语气变得漫不经心。 我不爱寻规蹈矩,我就爱张牙舞爪。 我不爱名门淑女,我就爱肆意不羁。 我爱喝酒跳舞,也爱英俊少年。 我爱众星捧月,也爱风光无限。 我是穿得少,可我不浪荡。 她抱着双臂,漫不经心地看向我,被表象迷惑,听流言蜚语,从而看清一个人。 谢雨薇,您与我的输赢,远不止那几分眷面。 说吧,她越过我,走进礼堂。 我站在夜风中,忽然想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万物净则,各自有所精彩。 惊奇她,其实是个精彩的人。 等了许久,等到腿直打仗,才等到舞会散场,惊奇最熏熏地走出来。 我拦在她面前,正色地同她道了歉。 惊奇要笑不笑地望向我,误解,非溢我的人。 没一千,也有八百,不缺你一个。 话虽如此,她又抬起头,轻吐了口气,能来认错的,倒只有你一个。 她看向我,无声地笑了笑。 那以后,我便同金起熟落起来,更觉得惭愧,金起绝不如外表这般,或者说,她就是如外表一样,美丽又凶悍。 金起对我的衣着十分不满,几次三番洗脑后,我小心翼翼修剪着裙摆。 再剪一寸?你是用手指甲亮的吗? 再剪一寸也不会露屁股啊。 金起不但对我的衣服不满,对我的头发也不满。 又是几次三番的说服拉扯,我稍稍剪短长发。 趁人不在,拉上窗帘,悄悄卷了卷。 金起说我虽接受了新式教育,但骨子里依旧脱离不了传统。 裙子改短,头发打卷,只是第一步。 后面的二三四五步,我被牵着走,推着跑。 半年后,我不但改头换面,还被叫缩着做了许多先前不曾,也不敢做的事。 我给家里的信上,写了这许许多多,以为父亲和兄长会不悦。 可回信来时,父亲兄长都劝我,要与金起交好交心。 这样的女子在这样的世道中,堪称传奇。 刘杨欺满,我即将回国时,最舍不得她。 金起比我洒脱。 校内钟楼顶上,她点燃一支细细的烟,边抽烟,边滴笑。 初见你时,只觉得你长得好看,但也只是好看。 一言一行,像用尺子丈量出来的,刻板又乏味。 可你这人,又有那么点与众不同。 那日,别人背后说我浪荡,你却反驳,说我是明艳。 这话,我听见了。 从那时起,我便关注你,看来看去,我发现我们或许是一类人。 只是我骨头够硬,你脾气温软,但无论如何,我没看错人。 你明日启程,要回国去了。 只盼你,随心所欲,只盼你,勿望知己。 我几背倾靠在他背后,仰头望向月色。 知己勿望,再见有期。 轮渡停靠在沪宁港口。 父兄对我的衣着没有不满,只是担忧。 被封起了,好歹披荐斗篷,怎么还露胳膊呢? 着了两可怎么好。 回到祖宅,一团白软冲进我怀中, 乃声乃气喊我母亲。 我走时,威竹还是个婴孩。 我回来时,她也长这么大了。 我与家人分别两年,正在其乐融融时,电报发来。 英福回国了。 英福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带了一个年轻女人。 那女人容貌靓丽,一袭洋装,拎着珍珠手带, 戒指、项链、耳饰,样样不缺。 美则美矣,只是福宴,远不及惊起那朵人间富贵花。 英福的装扮也变了,西装皮鞋,头上抹了发油。 进了正厅,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要离婚。 英福握着那女子的手,面无愧色。 她父亲重重将拐杖杵杵在地上,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 爸,我考虑了很久,也痛苦了很久。 我和谢雨薇没有感情,是纯粹的包办婚姻。 英福说完句话,终于正眼看我, 念在你这些年照顾老人孩子的份上, 我给你体面,不休妻,只离婚。 混账东西。 我父亲气得脸色白发,指着英福吼道, 谢家公你流洋,雨薇为你生子,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的? 我安抚着父亲,神色既平淡又镇定。 英福,你想清楚了,一定要离婚,是吗? 是。 英福毫不迟疑。 我和婉婉真心相爱,这也不是旧社会, 没有三妻四妾。 我只要一夫一妻的感情, 给她尊重,也给你交代。 听她这话,我非但不弃,反而轻笑出声。 我是你的结发妻子, 你和她却是真心相爱, 她既不是你的妻,也并非你的妾, 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没名没分地跟着你? 你对她的尊重,便是让她连个妾都算不上。 那女人脸色一沉, 轻蔑看我朴素的居家衣裳。 你以为谁都像你,还活在封建年代? 开口就是妻妾的, 我们是情侣,自由恋爱的情侣。 她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英福的母亲与我母亲饶她不得。 鸡毛胆子,常赶燕带,一通招呼。 英福哪容地别人打她的心上人? 又是护,又是喊。 百年谢家的政厅里乱成一片, 我闭了闭眼,开口道,够了。 声音不够大,没能阻止他们。 我冷静端起慈悲, 重重摔在地上。 够了。 漠然冷森的声音伴随瓷器碎裂声一同响起。 众人住了手,都看向我。 我一字一句道,大哥,取纸笔。 我迅速写了几行字, 写完后扔到英福身上。 英福看了一眼, 脸色巨变, 修书。 我冷漠说道, 当初你入赘谢家, 是我谢家的人, 别人婚姻平等, 夫妻离婚, 但你还不配。 修书拿走,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谢家的上门婿, 更不是我谢雨薇的丈夫。 英福最是要自尊的人, 当下便要撕了修书, 却被他父亲阻拦。 雨薇, 英伯父惭愧不已, 是我没交好英福。 你要修夫, 便修夫吧。 爸, 英伯不服地低喊。 应伯父反手一巴掌, 重重打在他脸上, 不知感恩的畜生。 英伯捂着脸, 满眼不可置信。 但那已经不是我该管的事了。 英伯带着他的真爱 与父母去了护宁。 临行前, 他恬不知耻再次登门, 想见一件孩子, 被我大哥领着蒲庸打了出去。 那是谢家的孩子, 和英伯没半点关系, 再赶上门就打断他的腿。 兄长气呼呼回来时, 我正在花厅里看书。 不舍得让我难过, 他只挑宽慰的奖。 我云淡风轻, 丝毫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雨薇, 别这样, 想哭便哭出来。 你这样, 大哥, 我更觉得好笑了, 你觉得我会为那样一个人要死要活? 亦或者, 我求他不要抛弃我。 不等兄长答话, 我自顾自地摇了摇头。 若是三年前, 我大约会觉得难过, 毕竟那时我也只听父亲的话, 与他结婚。 虽不曾有过父尊妻卑的念头, 心里却希望能成就他。 可现在想想, 凭什么? 为什么? 我谢雨薇出身名门世家, 这一路走来, 哪一样不比英福强? 我为什么要嫁他? 凭什么要嫁他? 他又何得何能得我为妻? 他出轨变心, 对我来说倒是件好事。 我清翻了一页书, 去赴留子, 正合我意。 胸长久久不严。 我抬眸弯唇, 大哥觉得, 我这样想不好。 胸长摇摇头, 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这样想, 才该是合乎常理。 江南谢家教养出名门贵女, 眼界开阔, 气顶云霄, 本就不必受任何委屈。 骤然婚变, 我虽不受影响, 父亲却被气出病来。 谢家酒居江南, 百年来靠水吃水, 经营内陆航运。 早在几年前, 父亲就有意将家中产业托付子女, 如今他病了, 生意上的事更需有人出面。 兄长是家中长子, 却不耐生意所示。 我回家后, 他便报了军校, 不日要去阳城。 父亲对我放心, 放权。 我花了半年时间整合航运, 将这一摊子的家族生意, 变为运输公司。 总部定在金陵, 依托四通八达的长江水系, 如珠网般设立运点。 不到三年, 便垄断了半个国内航运。 彼时兄长已从军校毕业, 去北方做了军官, 父亲与母亲也一样天年。 看似顺风顺水, 却不知暗流涌动。 国际形势并不乐观, 不安的萧嫣卫隐隐传来。 我与父亲提出, 要变实体经济为金融经济, 开设银行, 储存黄金。 父亲对我的提议全盘应允。 四年冬天, 我飞抵湘江, 开设银行。 谢氏囤积五代, 数百年的财富, 化为黄金, 在我的运作下, 有条不紊转移至湘江。 不久后, 北方骤变, 传来战宝。 与兄长再见, 是在战后第二年。 华夏大地焦土万里, 战火辽过半个九州。 兄长瘦了许多, 穿着笔挺军装, 见到我时, 用伸手想摸摸我的头发, 却迟疑一顿。 他手指里都是泥土, 皮肤均烈有黑, 与我一袭皮毛大衣的光鲜亮丽全然不同。 我只笑了一下, 握住他的手, 贴在自己脸上。 大哥, 兄长眼眶一红, 指尖颤抖不停。 我这次来, 是商谈南北航运的物资与军火。 如今军费紧张, 恐无力负担, 无需负担。 我从容淡淡, 国破家何在? 兄长松了口气, 神色渐渐明朗, 你虽在湘江开设银行, 但国内航运不可断, 精灵还需有人运转。 我上了前线, 断没有退下来的道理, 后方诸事, 全赖你操持。 我将父母幼子送往湘江, 独自一人留在金陵。 十里勤怀, 不闻炮声。 我与商场伙伴周旋其间, 自然是谢氏总裁大小节的优雅高贵, 风光无限。 背地里, 我只想赚钱。 钱太重要了。 战火, 烧的是人命、 国力和钞票。 与我猜测得差不多, 这场仗打了几年不见消停。 那年元旦, 父母将微竹带回金陵, 与我团聚。 元旦刚过, 我有事要去护宁。 事情还未处理完, 便传来金陵沦陷的噩耗。 紧接着, 是一通如丧钟般的来电。 挂断电话, 我闭着眼, 引去呼吸间的颤抖, 冷静吩咐手下人。 安排飞机, 马上启程, 回湘江。 是, 就在我即将离开时, 公馆外转来一声声嘶吼。 这声音, 我已多年不曾听过。 我要见谢雨薇, 让我见谢雨薇。 大小街。 手下人询问, 让她进来。 我淡淡道。 英福跌跌撞撞跑了进来。 她穿着喜旧的西装, 踩着脱漆的皮鞋, 头发稀疏, 脸色枯黄, 像宝京风霜与生活苦楚, 早墨了年少时的轻傲自诩。 我披着一段狐狸毛, 穿了席丝绒旗袍, 高叉开到大腿, 正端着古词杯喝茶。 英福望向我, 墨地正了正。 我垂眸看向杯中茶汤, 淡淡地问, 找我有事。 英福抿了抿嘴唇, 挪开视线, 又挪回来, 两步走向我。 金灵沦陷, 你可知道。 知道。 我答, 就孩子, 就威竹。 英福大喊, 大小街。 手下人低声说, 行李整理好了, 飞机也安排妥当, 随时可以离开。 我放下杯子, 站起身。 你去哪? 英福拦住我。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她, 回湘江。 你疯了? 英福失控大骂, 金灵沦陷。 你父母, 我儿子都在那里, 你却要走。 你贪生怕死, 不配做人。 听她这么说, 我不有冷笑。 你儿子。 你提出离婚时, 没料到真爱不能生育, 现在倒是想起这根毒苗了。 可你一个被我修气地坠续, 哪来得资格说那是你的孩子? 英福脸色大变。 你, 怎么知, 我没兴趣知道关于你的任何事, 可你那位真爱是生意圈里的交际花, 有名得很。 谢雨薇。 英福暴怒后来。 我眼中没有英福这蚂蚁般的存在, 转身要走。 你站住, 站住。 英福失控地抓住的手腕, 眼睛里血丝遍布, 薇竹是我的唯一的骨血, 你要救她, 你必须救她。 我醋眉让她放手, 她却死死不松。 来回拉扯两次后, 我耐心用尽, 抬手一耳光打了过去。 英福没料到我会动手, 震恶中, 又被我一把抓住了一斤。 她比我高出许多, 却勾搂着身体, 嘴唇发颤, 你, 金灵沦陷, 东寇侵占, 谢家航运被迫中断, 多少物资运不到战场, 愤愤渺渺都在死人。 你以为我不想救家人, 可你知不知道, 要救他们,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要我调运南北航线? 唯敌寇所用, 绝不能够, 不要说留在那里的 是我父母, 我儿子, 就是我谢于威字, 也就无非意思罢了。 我丢下英福, 他整个人威坐地上, 失魂落魄。 对这个托付过终身的男人, 我早已心如死灰, 如今, 看他这样, 只觉可悲, 可笑。 金灵已然沦陷, 护宁尽在咫尺。 我还不能死, 重新拉好滑落的狐皮披肩, 我转身要走。 你不能死, 就牺牲了威竹, 应服生死历劫地喊。 我没有回头, 语气已恢复了淡漠平静, 乱世之中, 没有谁是不能牺牲的。 走出公馆大门时, 背后一声声地传来英福的谩骂。 我不履坚定, 只在虚余间停顿片刻, 看向金灵方向。 而后, 再不犹豫, 毅然离开。 我飞抵湘江当晚, 又接到了电话。 对方很有礼貌, 全然不似侵略者, 彬彬有礼地对我说, 已安顿好了我家人, 并期盼能与我合作。 我比他更有礼貌, 全然不似被侵略者, 笑语艳艳地与他虚语尾仪, 但不答应任何条件。 挂断电话后, 我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作。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我忽然想到很多年前, 刘阳国外时旁听过的神学课。 人的灵魂重量不同, 越是纯净, 越是轻盈。 冷酷果断地放弃至亲, 我大概是个沉重的罪人了。 或许是为了让我屈服, 不久后, 我又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 那封信写得很平淡, 言之无误。 我将信指对折在对折后, 斜向辨认。 国作卿, 如覆巢, 若灭, 则无婉卵。 父已朽, 不比万万同胞。 威竹, 谢氏之后, 无惧。 无耳于威, 不可动摇。 今虽百死, 无回也。 父亲已做好了死的准备, 就连威竹也不曾怕过。 我势然也无奈, 这样的乱世, 没有谁是不能牺牲的。 自看到那封信后, 我比先前更高调了许多。 不但出席各种晚宴, 还将相将银行的名号打得无比响亮。 我想用这种方式保住家人。 姚伟启怜从来无用, 要以实力震慑对方。 与此同时, 我运营着金融筹码, 悄悄兑换物资, 将拉开大幕, 台上唱热闹的戏, 台下做危险的事。 如履薄冰, 步步为营。 再见到惊奇, 是在一场东亚商会的义卖晚宴上。 他拿出许多珍奇, 一个晚上, 电线两箱黄金。 我不动声色地与他对视了一瞬后, 默契抬价。 晚宴结束, 我坐上车, 诞生道, 慢些开。 路过街巷时, 车门忽然被打开, 又立刻被关上。 眨眼间, 身边便多了一个玫瑰花式的油雾。 我最讨厌这晚宴, 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 装得像个名流, 其实抠门得紧, 惊奇要笑不笑地说, 幸好有你, 比我预想中的, 要多赚了一点。 我垂眸弯唇, 多年不见, 你竟也缺起钱了。 多年不见, 你竟钱多到花不完了。 他反唇相对, 那些金条呢? 我问, 半个小时前送走了。 惊奇懒洋洋道, 黑市上的西洋药 只能用等量黄金换, 那两箱金条估计 已经兑换成了两箱药品。 送到哪? 我又问。 他掀起长洁你我一眼, 你送到哪? 我就送到哪? 为谁两岸? 殊途归途。 我笑了笑, 缓缓输了口长气。 车微微颠簸, 这许多年积压下的重负, 被颠下不少。 惊奇与我一同回了公馆。 他素来不干好事, 我衣服还未换妥, 他就已从地下酒窖 偷了两瓶好酒上来。 这是我珍藏。 我撇他, 你珍藏竟不是我。 他不能接受的样子, 美人纯酒, 美人才该是第一位。 我看了看他身上的 收腰漏背礼服, 不得不承认, 确实是美。 喝完了两瓶红酒, 他贪靠在沙发上, 有些醉了, 与我絮絮叨叨地说着 这些年的事。 边说边骂, 连带自夸。 先说自我走后, 他觉得空落落, 放眼全校, 在无敌手和朋友。 闲得很也无趣得很, 随随便便又修了个 国际政治博士, 接着是骂, 好好端端地誓到 偏起波澜, 战火如图, 焦土万里。 一海之阁, 东寇毛贼, 犯我华夏, 录我同胞, 最后是夸, 夸他自己, 这些年在海外周旋, 筹措巨款。 到底还有些功绩, 有些手段, 他一杯一杯喝酒, 我一杯一杯陪喝。 听他说完这许许多多的话后, 我自顾自地笑了笑, 功绩手段, 谁又没有。 他悠了一声, 笑咪咪看我。 这话特是自夸, 你几时变得这么有自知之明了? 我眼含醉意, 轻轻启唇, 我本就有功, 本就聪明, 你不服气吗? 服气。 他大笑起来, 手里的红酒摇摇晃晃, 像他这个人一般烈仇, 我也有功, 我也聪明。 你服气吗? 我闭了闭眼, 头靠在他肩上, 分明是笑, 声音却又轻又慢, 如何能不服气呢? 你与我, 本就是一样的人啊, 金启原本要去欧洲, 被我劝着留了下来。 这些年, 我单打独斗惯了, 如今只想把后背交给最可靠的人。 鼓掌难鸣, 始终坠坠不安, 双臂合一, 才能心无旁骛。 我与金启执掌运作着如庞然大物般的产业, 伴随滚滚车轮, 投入烽火之中, 直到战争结束, 压在神舟之上的乌云终被驱散。 金启说我做了许多好事, 总归会有好报, 保住了父母儿子的命, 便是我的福报。 宣告胜利那日, 金启又偷了许多酒, 拉着我爬上狮子山顶, 山下灯火如海, 山上夜风不止。 我与金启喝得鸣顶, 一会大哭, 一会大笑, 最后双双躺在蜜草上, 看满天星辰, 醉得厉害, 只觉得星辰斗转, 入线其中。 你说, 我们这些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问, 为了什么, 我醉笑, 什么, 都不为。 他扭头过来看我, 本就该如此, 我呆呆地望向星空, 含糊地笑, 国破家何在, 覆巢无婉卵, 我们做的, 是所有国人都该做的。 他闭上眼, 分明流泪, 却笑得花枝乱颤, 是, 这本就是国人该做的, 护我河山, 为我加国。 这样的事, 哪有为什么, 本就该如此, 还会再有战争吗? 他又问, 不知道, 我难难低答, 就算游也不要紧, 把所有的仗都打完,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山河破败的时代都打完, 让后世无仗可打, 让后世安享和平, 不要向我们, 永远动荡不安, 永远枪林弹雨。 这太不幸了。 他笑了一声, 缓缓道, 我们所作所为, 不为此时, 是为明朝。 雨薇, 你且看着吧, 你想要的那一日, 后世和平, 江山重铸, 会来的, 很快会来的。 那将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我闭上眼, 心中幻想着, 那大概是一个自由的, 平等的, 蒸蒸日上, 一派泱泱的时代吧。 那样的时代我坚信会到来, 很快就会到来。 今起近来对一家报纸很不满, 因为那份报纸的正论专栏, 一连七天都在歌颂着男儿报国种种。 怎么就男人会报国, 女人不行吗? 今起不悦, 提笔写了一篇社论, 洋洋洒洒, 不吝输出。 他这篇文章, 歌颂女人的同时, 倒也不忘夸赞男人, 说到底, 战场上流血最多的是男人, 这是事实, 今起不曾偏颇。 可没几天, 报纸社论的新文章, 就隐隐暗指今起那篇文章。 今起一看, 这还得了。 他什么时候吃过亏, 更别提这小人杜亮的暗戳一纸。 今起大笔一挥, 也不隐晦了, 直接骂了回去。 他这样的脾气, 文字骂人, 能将人骂出话来。 隔天, 对方脾气也上来了, 却还大度地写着, 有地方时, 何必骂人。 今起冷笑, 标题直接起了就骂你。 我每日看报, 第一眼必是两人隔空骂战。 如此骂了两个月, 对方骂不过今起, 竟抬出了女子与小人的言论。 我呸。 今起撕了报纸, 满眼鄙视, 亏这人还自诩有才, 什么东西。 与他对骂, 真真是跌了我的身份。 我端着发廊慈悲, 笑着摇头, 你与他计较什么, 他流洋数年, 骨子里依旧是个封建做派。 你知道他? 今起问, 报纸上大多用笔名, 他是英福。 我慢条斯理地说, 今起愣了一下, 而后更是笔疑, 脏了我的文笔。 可事后越想越怄气, 便一连半个月, 日日投稿, 天天骂人。 他言语犀利, 骂得刁钻, 引发不少议论探究, 连带披着笔名的英福, 也暴露出身份来。 英福家里那朵交际花吃钱的锦。 他又是写专栏, 又是写散文, 又是写小说, 原本还算是个文化名宿, 此番被今起骂成这样, 回不了嘴, 只能撤了专栏。 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今起问我, 要不要痛打落水狗? 我浅笑着摇头, 没必要。 倒不是我原谅了他, 也不是我心软心善, 而是我眼中早已没了这个人。 我脚下是山河万里, 手中是日月乾坤, 头顶是星辰无银。 而他英福, 不过是旧社会尘埃下的一粒沙子。 沙子踩在鞋底, 又有谁会去刻意在乎呢? 云泥之叉, 他只配维尼, 便宜他了, 今起粪粪冷哼, 急什么? 我淡然自若道, 抛妻弃子, 狼心狗肺, 他的报应早晚会到。 报应天前, 我就等老天爷收了他。 我笑了一下,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老天爷, 或许真的会收了他也说不定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母亲戒 建访